今天我的讲题其实 很简单,大笔一致 其实他还是依据称赞参修的 的话 是大笔一致,能是 双绝 这支笔其实是不大 可是他能够做两件事情 能是双绝,双绝就是 诗和 数码 他可以 能够把 诗和书法都写得很好 做一件大事 所以是比小事大的意思 所以不是那支笔很大 他可能拿不起 在讲之前我大概讲一些背景的东西 我们都知道潘寿是被称为 国宝 其实新加坡 我看没有国宝 政府没有正式的办法 国宝 真正来讲国宝 如果你到了拿到文化讲的话 大概就是 已经是 算得相当高的等级了 可是为什么国宝呢 我查了一些资料 我看大概是在1991年 1991年是按说80岁 当时新加坡博物馆 替他做了一个展览 是霸诗 书展 当时的 主兵是 杨荣文先生 他当时是 带 新闻与文化部长 他的那个 字词里面就讲了一句话 他其实是原文是用英文 英文是 实际上是 国宝 国宝 可是他中文翻译的时候 他不翻译做国宝 他翻译做 新加坡的 鬼宝 照这句话来讲 其实就是 国宝 但如果我们说 后来不懂为什么到了 很多人 所有的文章我看到都宣 宣称在1955年 新加坡政府给他一个国宝的 这个 鲜活 可是我查不到这个资料 所以 又一个 澄清一下 可是因为 杨荣文当然是 新加坡 部长 所以 部长的身份来 称他为国宝 我相信也 当作政府 承认他是我们的国宝 就从这点来讲 他比我们所知道的1995年 其实是早了 四年的时间 他其实是1991年 已经被证为 国宝 1995年为什么 大家都认为他是国宝 那时候 新加坡国务院 也跟他办了一个 处长 当时那些 主要的人物 大概不是部长记者 也称他为国宝 可能是因为这个关系 我们那个记者叫 撞文 可能看不到 他说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关系 大家都 都承认他是国宝 所以其实我觉得 名称不重要 我们大家对他的尊重 对他的认可 其实在 很重要 所以我们 称他为国宝 真的是 这是不为过 这点我相信可以 好 好